好,各位晚上好,我是董白买 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SSD 那整个618期间最火爆的SSD 今天是来自于海康卫视的产品 那京东上直接就卖断货了 要7月份才有货 那我也看买个便宜货推荐的一块 1TB花了708块钱 那目前这块SSD各个渠道都涨价到了750块钱左右 那等到再有折扣的时候 买个便宜货应该还会再推荐的 还没有下来的同学们 赶快下一个买个便宜货APP来等吧 那两个月前 其实我有做过一期关于SSD的内容 我买的是M2接口的英特尔660P的硬盘 然后套了一个移动硬盘盒 我来当做移动硬盘使用的 那因为660P是一款比较特殊的SSD 它采用的是QLC的闪存 然后外加缓存被写完了之后 整体的速度会下滑很多 当时这期视频发出来之后 又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有人说英特尔给我充值了 那感谢你们的抬举 那我喜欢啥就拍啥 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 但我也没逼你看对不对 这个事件约远非 我说好就等于充值 我说不好就等于黑 那真要是像这样01关系的话 这扣帽子谁不会啊 我还说你收钱黑我呢 是吧 那这些人的清奇逻辑 看世界 我觉得这个社会的运行 在他眼中是真的简单 那换句话说吧 等我被英特尔充值的时候 我一定敲个打鼓的告诉你好不好 当你们问他们660P到底掉速 到底会掉到有多慢的时候 往往你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有人说是掉到100兆每秒 也有人说是大约70兆每秒 还有人说反正就是大耗油盘不能买 那他们也说不说个具体数据来 那我这边有个演示 我一直往里面不停的写 那持续写大概十几分钟之后 最终看到最低写入速度 只有27兆每秒 比你们说的70兆每秒 还是要慢的 因为我测试的条件是更加苛刻的 但是到了谷底 这个70兆每秒之后 随着硬盘自带的回收系统 回收加距 还是会再次爬升到300兆左右的 写入速度上 那读取方面 倒是这块660P硬盘 一直保持到900兆以上的 非常高的水爪 注意啊 我这个是用移动硬盘盒 直接插Mac的雷电3接口的 那这个读写速度其实我是满意的 这就是我拿660P当移动硬盘 实际表现的水平 那下次你们要再说 这个移动硬盘掉速的时候 记得写上垃圾SSD 写入速度不足30兆每秒 所以呢 在使用了两个月之后呢 我反而觉得660P做移动硬盘不太合适 像我拷贝一些视频素材的话 联系写入百计 这样是非常常见的事情啊 反而是用来当做系统磁盘 那因为连续写入大文件的数据需求比较低 大部分的OS操作都是读取 那反倒是能更加很好的利用这块SSD的效果 加上660P已经做到了每GB六毛钱的水平 而且还在不停的降价中 所以我觉得长线来看 这一定是一块真相硬盘 其实吧 从SLC到MLC 再到TLC 再到现在的QLC 哪次新技术刚出来 都有人在疯狂的嘲讽旧技术 结果更新的技术出来的时候 还有疯狂的铁 我觉得关键问题还是在于价格 以及最后老技术你也买不到了 你不吹你怎么办呢 对不对 那前几天呢 我闲证不了 我从闲语买了块 这个S3610服务器的SSD 用的是MLC的颗粒 800G花了我1099块钱 那买回来之后我就后悔了 好像我也没有啥 每天全盘写入的需求 那我花这么多钱图什么呢 而且我还要承担的风险是 这类淘宝也好 闲语也罢 后员的来路问题 一般都是所谓的什么联想版 惠普版 反正英特尔官网 你都查不到他们的质保 都是要靠这个店铺来进行保修的 这个店铺保修 店铺关了 你们怎么办呢 我是不太在乎1099块钱 坏了就坏了呗 但是我的粉丝里面有学生党 万一这个人品差 是吧 万一遇到坏了 万一这个店铺挂了 这不就亏了吗 所以仔细想想之后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 再跟大家好好聊一聊 这个移动硬盘这件事 那我们先简单的聊一聊 SLC、MLC、TLC以及QLC 分别是啥意思吧 那这一块内容呢 我是直接在这个MICRON 就是美光的官网给他查询的 他们做的科苦非常非常多 这个感谢美光 你猜美光也没有给我充值呢 那一句话来说这个区别 那看这张图 简单来讲 从SLC到QLC 每个SEL里面 可以存储更多字节的数据 那每个SEL里面 单元存储的数据越多 单位容积就越高 那导致不同电压状态的东西就越多 所以越难控制 所以导致存储颗粒的稳定性差 导致存储颗粒的寿命性低 所以我们看到没有 那个SLC可以做到100K 就是100乘以1000 这么多次的PE 就是全盘写入 但是TLC就只能做到3000次了 到QLC的时候就只能做到1000次了 所以按照这个逻辑来看的话 我们应该买SLC 不买MLC 也不买TLC 那为啥现状不是这样呢 为啥大家都在吹TLC呢 我觉得主要原因是三点 第一个我们比较穷 SLC现在买不起了 第二个厂商也不怎么生产SLC了 第三个厂商通过其他方式 让QLC的全盘擦协水平 也变得可以接受了 那么如何让QLC的寿命 变得可以接受呢 主要是两个技术 一个叫做VR Living 就是这个磨损均衡技术 那可以保证呢 在重新使用空间之前 所有的物理闪存的空间 都已经被使用过 那使用这种方式呢 最大限度的使用了 所有的闪存的内存单元 尽量减少了磨损程度 就你可以做个比喻吧 在同样的网格里面写数据 今天写前的10个 明天写中间10个 再过几天写后面的10个 这是个比喻啊 那总之呢 就是同样写闪存 那我通过这个技术呢 让这个每个每块 被均匀的写 这样让寿命做到一些提升 那另外呢 就是这个3DNet的技术 在TLC时代 其实就开始做了 这个技术 简单来说 用中文就是堆叠 那以往厂商呢 为了追求这个固态硬盘的容积 会使用更先进的制程 提升单位面积的存储容量 但是由于这个闪存的电子特性 制程工艺越先进 导致这个寿命越短 前面咱们也说过了 但是3DNet的技术出现 就像盖楼一样 那以往这个2D技术呢 相当于是平房嘛 那现在呢 我们是盖的是楼房 我们利用了这个垂直空间 提升的容量 所以厂商没必要使用 更先进的制程工艺 转而使用更为老旧的制程工艺 保证这个寿命就可以了 所以堆叠之后的每层呢 同样密度也不需要那么密 那每个cell的面积呢 反而也做到了提升 所以你的电器性能 就比单层呢好很多 那这个堆叠呢 其实不是咱们说的堆两层 什么堆几十层 那目前主流技术呢 我们来的技术啊 叫做VNAND 那采用了96层的堆叠设计 那这么堆叠呢 不仅解决了移动一排的寿命问题 还提升了性能 同样还是三星的数据啊 这个VNAND的每个页的写入时间 是0.6毫秒 而在平面中它布局的时候 那每个页的写入时间是2毫秒 那VNAND快了1.4毫秒 这个就非常惊人了 容量更大 性能更好 然后数据量存储 还可以更加可靠 那需要提醒的是呢 不管这个均衡磨损技术 还是这个3D NAND的技术呢 都不是啥新技术啊 在TLC时代就广泛使用了 进入QLC时代之后 其实各家都用的非常纯熟了 只是堆叠层数更加多了而已 所以呢 QLC没啥不好 我觉得 在可意见的时间里 就像TLC替换了MLC 大家怀念MLC QLC也会替代TLC的 到时候TLC是不是有人想存点货呢 我觉得数码产品 如果你要真的这么做呢 还真的就是太蠢了 好 那我们来聊一聊QLC 这么便宜 它的寿命够不够用 以及怎么样去计算 这QLC SSD的寿命 那新一代的这个SSD呢 普遍会提供一个单位叫TBW 叫T28x Written 那指1024GB的Write的写入量啊 就是像之前一些人看不上的660T来说 1TB的版本 官方给的数据是200TB 就是每天0.14的全盘写入 大概100G数据的情况下 你可以写5.5年左右 那英特尔呢 同样还提供了5年的质保 换个角度来说啊 5年之后即使硬盘不坏 我竟然还得用1TB的SSD 那我到时候就会纠结 我为什么这5年来没有成长呢 那这块硬盘使用了群联 E12的主控 东芝64层堆叠的TLC颗粒 官方竟然提供了10年质保呀 我其实在看不出不买的理由 那如果你担心淘宝店铺倒闭 那你就京东自营好了 那海康卫视做监控啊 做成了业界的No.1 还获得了Trump的制裁认证 如果你担心海康卫视倒闭 你不如努力挣钱 告诉自己10年之后 不再用这块硬盘了吧 那我也同样拿了这块 标王的硬盘盒 跑了一下速度 那硬盘空间在空的时候呢 可以保证900Mbps的写入速度 那在硬盘剩余空间比较多的时候呢 基本上可以稳定到700Mbps的写入 当写入70%以上的数据的时候 这个写入速度呢 最低我建议是350Mbps左右 那读取速度方面呢 相对于这个600P 可以稳定的保持 如果900Mbps左右的读取速度 C2000的读取速度有点飘 那最低的时候 我就见到只有400Mbps的读取 那买买一直坚信啊 面对科技的进步 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 那历史的车轮呢 就是这么滚滚向前的 现在你在百度里面搜索 如果你把数据收到2013年 那大家也说TLC相对于MLC是缩水的 对吧 那如果你用400Mbps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的话 对待别人的观点 你就去扣帽子 然后就去喷 我觉得喷来喷去丢人的是你自己 那无论是QLC硬盘 你怎么看 当QLC大链级上市的时候 当MLC也会像当年SLC一样消失的时候 当市面上可以选择的 只剩下TLC和QLC 别忘了后面还有PLC的时候 恐怕很多人也会把 现在的QLC当做宝贝吧 所以其实不只是硬盘啊 每个行业都有一批 那么不太愿意动的人 2010年的时候 美国人说纯电动车不行 那个普瑞斯的混动才是王道 结果特斯拉越来越流行的呀 Model 3干脆就是在现在这个级别中 横扫销售网 到了2019年 中国又有一批人开始吹混动称王 增成牛逼 纯电没有前途 你觉得他们会不会打脸 我们拭目以待呗 那好了 这个是本期的买买的视频 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 不要忘记评论收藏订阅买买的微博 头条B站以及油管都有账号 加起来也有30万的粉丝了 希望下一个粉丝就是你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